中国好声音 因为刘欢导师下的学生 无论是长相还是唱歌 都属于比较有特色 观众一眼就能记住 而刘欢又是比较爱才的人 对她当作也比较多 如今获奖无数 更是登上2017年春晚的舞台 还荣曾葛莱美 而反观萱萱 原名叫戴盈萱 同样已参加过快乐女生 还是11年的中国37强 13年参加中国好声音 作为浪音战队的唱将 也是季军 虽然现在也会出歌 但似乎好声音过后 就没什么名气了 据说她与纳音关系不太好 极客举一个声声的音乐之路很相似 但现状却各不相同